阿吉在火车站前摆摊卖素食早点 工作虽然辛苦 但也获得了很多金钱买不到的快乐 有一天中午快要收摊的时候 阿吉无意间看到路旁有一位老婆婆 手里拿着一袋回收的宝特瓶 眼睛却一直盯着餐车脚 嘴巴还闽啊闽的 好像是有点嘴馋的样子 阿吉挥手招呼她 阿婆 我这还剩一点面线 盛一碗给您吃好不好 阿婆摇了摇头不好意思地说 我没有钱 哎呀没关系我请你吃啦 阿吉很快地装好了一碗羹端给阿婆 还说 阿婆除了星期天我没有营业 其他天你都可以来找我 看你是要芋头粥啊或是面线羹都没关系 阿吉我请你吃 啊我不在的时候我会交代给我儿子的 就这样阿婆每天都到这来跟阿吉拿一碗芋头粥回家 久而久之每天早上只要阿婆还没出现 阿吉就会担心阿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一直要看到阿婆悬着的心才会放下 这一天收摊了阿婆还没出现 阿吉着急地带着一碗粥 骑着车穿梭在大街小巷找阿婆 半个多小时之后才找到了她 阿吉高兴地招呼着 阿婆阿婆吃粥了 我不知道这么晚了 来来来快吃吧 谢谢 原来阿婆不知道早就过了吃饭的时间了 这天回家的路上 阿吉非常开心 她感谢阿婆接受了她的故事 感谢自己学会了故事 也感谢自己有能力去故事了 过了十几天 阿婆泛着泪光沮丧地来跟阿吉说 我以后不会来了 阿吉问 为什么啊 有人骂我 不要脸 跟你讨粥吃 阿吉安慰她 这是我主动给你的 不要理他们啊 他们如果不相信 让他们来问我啊 虽然阿吉一再要阿婆宽心 但是 从此以后 阿婆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从那天开始 阿吉每天回到家后 都在她的师父法照面前提醒自己 阿吉 造善业 不仅仅要把握当下 还要广结善缘 否则 连想要帮助别人 都会遇到恒生阻挠的事 半年后的某个农历初一 吃早摘的人特别多 阿吉有点忙不过来 他正想着大儿子该来帮忙了 怎么还没见人影呢 一抬头 却瞧见儿子正扶着那位阿婆在过马路 等到儿子回来接手 阿吉连忙越过马路 跑到阿婆的面前说 阿婆 以后啊 你还是每天过来 我这边拿早餐回去吃 没关系的 啊 于是阿婆又继续来这里拿粥了 过了一个多星期 阿婆有点不好意思地问阿吉 那个 两碗可以吗 我女儿也要吃 阿吉先是愣了一下 玄吉提醒自己 不要想太多 爽快地盛了两碗粥送给阿婆 又一个星期后 阿婆说 我 我要三碗 可可以吗 孙子也要吃 好 阿吉嘴里说好 立刻盛了三碗粥给阿婆 但是心里却在想 这样会不断增加吗 这样下去 会不会要养他们全家 到了晚上 阿吉跪在师父的法照前 很认真很认真地忏悔 忏悔自己的不识心 怎么会是有上限的呢 才不过是多了两碗粥 欢喜心 却不止减少了一点点呢 忏悔了十几天以后 阿吉梦到一段 师父日常老和尚的话 有正知见的话 帮助他也对 不帮助他也对 没有正知见的话 帮助他也错 不帮助他也错 醒来后 阿吉非常感谢梦中的这份大礼 也想出了一个礼物 阿婆就是有困难才会来求我 没有困难的话 谁愿意向人乞讨呢 而且我只提供他早餐 他的午餐 晚餐 还有星期天 他怎么办呢 阿吉觉得 帮助阿婆脱离贫困 才能够真正地解决问题 所以有一天他打烊后 跑了好几个地方 想帮阿婆申请社会救济 没想到 这些机构的承办人员都告诉阿吉 说阿婆不合规定 她并不是贫固 阿吉有点奇怪 诶 真的吗 这一天阿婆在女儿和孙子的陪同下 来要三碗粥 阿婆将其中一碗粥递给孙子的时候 孙子却狠狠地瞪着她 还做事要打阿婆 阿吉立即挡在中间制止她 你要干什么 女儿转身也骂阿吉 我们又没跟你一样 你干嘛那么多管闲事啊 阿吉没有回嘴 但心里很生气 哼 我欠你们的 好心好如今 以后不帮你们了 因为生出了不想帮人的念头 阿吉回家后 认真地在师父的法照前又忏悔了好久 她领悟道 别人骂我一句我就起称惠心 发愿说以后不要帮助他们了 做善事还起恶念 这样子是不对的 接下来快一个月的时间 阿婆都搭女儿的摩托车去跟阿吉拿粥 却是只要一碗粥了 有一天打烊后 阿吉突然想 诶 只一碗粥 那阿婆有没有吃到带回去的粥呢 于是就带着了另一碗面线羹去找阿婆 她说 阿婆你每天都吃粥会不会腻啊 今天想不想换个面线羹啊 没想到阿婆的回答是 我已经好久没吃到粥了 啊 您不是每天都来拿粥吗 都被女儿和孙子抢去吃了 阿吉非常生气地说 叫你女儿明天开始不要再来了 我不是要请她们吃的 然而阿吉转念一想 阿婆这母亲真是伟大 宁愿自己挨饿 也不敢向我多要一碗粥啊 从那天以后 阿吉每天打烊后 都会带一碗粥或羹去送给阿婆 看着阿婆满意地吃完 她才放心地离开 阿吉知道 中午带粥去探望阿婆是对的 因为阿婆没得吃 不让阿婆的女儿来拿粥也是对的 因为阿吉不想要阿婆的子女 造下了不孝顺的夜 虽然这样阿吉每天都得多跑一趟 但是阿吉觉得很踏实很欢喜 经过这件事 阿吉觉得 以前不会观察自己的内心形象 现在稍微学会了一点点的观察 她无比感恩她的师父老师 教导她学习佛法 让她可以在时间中修炼自己的心 阿吉说 不失不容易啊 真的要有智慧奢侈才行 阿吉 也有